香菜在每个家庭中几乎是很常见的一种食材 因为它能当成凉菜调制吃,也可以做汤调味 那么它的具体功效与作用是什么呢 一,常吃香菜能够保护血管 它能扩张血管,增加关脉血流量 香菜根中有皂带,可以保护血管内的那批细胞 并防止细胞老化,促进血液循环 二,经常吃香菜能够有效地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香菜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 它能够防止细菌和病毒的感染,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 三,提高视力 香菜含有多种维生素,能清除内热 对提高视力,减少眼疾,缓解眼疲劳具有一定的作用 四,去腥增胃 香菜含有许多挥发油,有特殊的香气 这些香味对去除心山有很好的作用 因此,在一些菜肴中加入香菜,能见味,帮助消化 可以调节腹胀,消化不良 五,香菜中维生素C能美白养颜 膳食纤维能促进身体毒素排出 改善肤质,延缓衰老等作用 六,研究发现 香菜中的天然黄酮类物质可触发大脑细胞形成 改善大脑功能,对辅助治疗老年痴呆症等神经退化性疾病有一定好处 喜欢香菜的朋友,可以尝尝一些香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